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主位请坐 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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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放早 今天是2006年2月10号 那么我们在佛心寺呢 开这个信徒会议 那么我们的当家师呢 法灿师傅呢 说 师傅呢 难得 来花莲一趟 那希望呢 说说法 跟花莲 跟花莲的 诸位居士大德 结结缘 那么 所以有今天的因缘 那么 诸位法师和护法七世 从远道而来 诸位很辛苦 这个佛心寺从以前就是这个样子 它不是一个 刻意规划 刻意规划 弘法的道场 所以 今天 让大家 很委屈 坐在 板凳椅子上面 不过古人求法 冒着生命的危险 只是为了预据 只是为了觉悟 它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我们 今天 有椅子坐 还算不错 还算不错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呢 因为法灿师突然告诉我说要讲经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呢 叫做 智慧开 莲花躲躲开 我们一般人对这个花开见佛啊 有了误会 以为我们的神势啊 在莲花里面慢慢成长 到有一天呢 花开了 见到佛了 不是这样子的意思 啊 花开见佛的意思是 智慧花开 是这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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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清净的波勒智慧开了 见了清净的智慧的佛 是这个意思 这个清净自信佛每一个人都有 那我们 那我们 这些假象 这些假象 才能大开圆满的智慧 那么因为今天呢 时间有限 那么突然呢 说要演讲 那么也不晓得要讲哪一方面的 所以说定了这个题目 叫做赤慧开 莲花躲躲开 那么我就啊 把我的这个笔记啊 拿出来啊 我师父啊 自己做的这个笔记 修行的新的 来跟大家谈一谈 那么因为怕时间不够用 怕时间不够用 啊 因为这个佛法 深 广 不容易 讨论 怕大家时间不够用 所以我想简单的 把今天的重点 念一遍 先念一遍 我的笔记啊 先念一遍 让大家有一个观念 观念 你们要全神贯注 佛法很深 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简单 全世界最难搞的就是佛法 最难的就是佛法 好 我做的笔记 一句一句 这里都是智慧的语言 跟大家汇报一下 好 开始念 念完了 我们再来 好好地来跟大家解释 世间有三种主张 佛不赞成 一 万般皆是命 佛不认同这种看法 二 一切为神所造 創造 佛不认同 三 一切事物 无因而生 佛不认同 也就是万法无因而生 佛不认同 万般带不去 唯有业随身 也贯穿了我们的生命 也是我们真正拥有的 其余一切都是借贷的 除了业以外 我们什么也带不去 心无其面 对境极然 一切时钟 必尽空极 其余事常不离佛 一念不生 一念不生 诸言自断 一心不生 万法无咎 不见一物 名为见到 不行一行 名为复行 不见一法 名为正法 修行人 百花充礼过 片叶不沾身 当初整个世界都不够 就是活着的时候 现在死了 只是一串黄土就足够了 活着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不够 死的时候只有一堆黄土 死神是不看日历的 随时会降临的 死神不会让你带走这钱 也不允许你带走任何东西 有智慧的人警戒死亡的威胁 愚痴的人却不敢面对他而谈 死亡并没有讯号 无论你拥有什么 都只是短暂的因言和合罢了 要宽恕你的敌人 要感谢伤害你的众生 众生造了第一的因来成就你 大逆境会有大成就 不眠着睡眠的免 晚上睡不着的人 不眠着夜长 疲倦着路长 不知正确真理的愚痴的人 生死轮回常 医生是无法治疗死亡 或者是阻挡死亡的 所谓业 所谓业力 是指行为 思想和欲望的综合 好丈夫应该装容 好的妻子应当作业 装容疚的夫妻 可以和谐地走完生命的尽端 别人的罪孽 不能使你变成一个圣人 常作如是观照 我是全世界最平凡的人 任何事情强求 会带来遗憾 强求就是遗憾 那 政客 为的是下一次的玄机 政治家 为的是下一代 现身于宗教的宗教家 却是为了永恒 怀恨别人 贬低了自己的人格 痛恨别人 就像把自己的房子烧掉 只为了赶走一只老鼠 上昌给每一个人最大的恩事 就是原谅和宽恕 慈悲心达到了基点的人 看到世间的人 都没有罪过 人 也是接近真理 也能包容别人 忧 就是忧心忡忡那个忧 忧 忧 则天地皆宅 忧 则到处为仇 哀 则自己束缚 怒 则大敌当头 人 人 无实权 刮 无滚缘 大逆境 就会有大成就 不要难过 充满热忱的人 充满热忱的人 人 会像磁铁一样 深深地吸引四周围的人 剥热 剥热智慧 能令灵魂喜悦 人生就像伸缩的喇叭 你不用力吹 并不会有声音出来 口袋里面的金钱 永远比不上脑袋里面的智慧 智慧比金钱重要千百万倍 因为他不会遗失 也不会被偷 穿名牌不如自己 当名牌 钱总是在那儿 只是口袋不同而已 只有果实累累的树 才有人拿石头丢它 别人的缺点 正是我们的老师 智者的批评智慧的智 智者的批评 甚至于愚异者的赞赏 也有境界折磨 反而是修行最好的环境 比失败更糟糕的 就是连尝试都不敢 练习是最好的老师 佛地指 佛地指每天要练习的功课是 放下 再放下 彻底放下 痛苦 痛苦不是灾害 而是人类耕种的田 因为它 会让你 会让你得到很多的收获 不要把昨天的不幸和回忆 不要把昨天的不幸和回忆 占用了你 占用了你今日太多的时间 人五百岁瘦 常怀千岁忧 往生不是临终的事情 往生极乐 是现在当下的事 一片雾云会遮住阳光 一条线断烂 会失去一串的珍珠 一个错误的思想 会毁灭一个人的灵魂 一句尖酸刻薄的话 会伤害一颗纯善的心灵 欲掌养自己的德性 应当远离三种事情 必须注意三件事 就是你要掌养自己的德性 远离后患 必须要注意底下三件事情 一不责人之过 就是不责人之小过 二不谈人之隐私 三不念人之救恶 救恶就是以前的了 美丽只是一层皮 千万不要被怕欺骗 判断自己 远比判断别人来的困难 人之大致 在于洞悉本身的弱点 了解自己弱点的人 是有智慧的人 智慧的价值胜过于珍珠 智慧乃是灵魂的阳光 一个有智慧的人 绝不会过问太多的事 因为无关于自己的身世 万法无信 一切法无身 也敢言其 言其如幻不可得 如是了答 明智境界 勇者踢得起 智者放得下 拥有财富的人 不如拥有智慧的人 没有智慧的人 是人生最可怕的贫穷 人类最大的不幸 乃是人在福中不知福 上帝要送给你的礼物之前 他会用困难加以包装 上帝要送给你礼物之前 他会用困难加以包装 换句话说 你要用 你现在得到了种种的困难 就是上帝要送你礼物的时候了 想看彩虹 必须先得忍受下雨 人是习惯的奴隶 哪里有拍马屁的人 哪里就有傻瓜 众生是一群迷惑的演员 演哪个角色 都不认识自己 乞丐是最幸运的了 因为他永远不会破产 保持心碌碌不动 不取异象 能令一切伤害 降到最低点 好 这个就是师父的笔迹 你知道吧 我再念一遍 那么 我们从头开始 慢慢慢慢地来解释 因为是个佛心事 这个也算是个 我们在网路上 花莲这个佛心事 在网路上可以看得到 也是个观光的点 所以呢 在这里说法的机会不大 但是呢 有一年来跟诸位 互相研讨佛法 是师父的荣幸 来给今天呢 也有从花莲来的 也有从宜兰来的 有的从苏澳来的 他统统有 感谢大家在百忙当中抽空来 我们呢 今天要进入状况了 主位辛苦一点 坐在板凳上 全神贯注 一句真理的名言 值得万两的黄金啊 你那个万两的黄金呢 不能了生死的 不如我们一句话 好 第一个 世间有三种 佛不认同 佛不认同 一 万般皆是命 佛不认同 这个世间人啊 一碰到的黄金啊 哎呀 这是命 如果万般皆是命 那么我们今天做什么善事呢 吃多少 穿多少 读大鞋 用功修行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啊 哎 世中告诉我们 学佛可以改变命运的 你打开康熙字典 命之定也不可改变 为之命 甚至命运命运 就是众生呢 寻至一定的规矩 因为没有听到佛法 也不知道在 要行善 也不知道要修行 哎 不知道 他总结的死亡对我 离我离得很遥远 那么我们学佛的人 刚好反过来 可以运命 可以运用 这个命 所以当我们听到佛法以后 我们的诸恶莫作 彻底的诸恶莫作 彻底的众善奉行 彻底的自尽其义 就是清净我们的自信心 这个可以改变命运的 所以 佛他是一个超越的思想 而众生呢 就受到业力的牵引 所以世间人说 万般皆是命 佛不认同 佛认为 佛认为 命运是可以改造的 佛认为命运是可以改造的 看我们有没有决心呢 第二 万法 就是天地为神所造 佛不认同 佛认为 佛认为 这个世界是业力所感召而来的 不是哪个上帝所创造的 我们对其他宗教不会有 攻击性和排斥性 我们给以最大的尊重和祝福 那师父读大学的时候啊 也看了这些圣经啊 我的天的基督教的思想啊 我的天主教的思想 我在这里面找不到我要的答案 别人信仰是别人的权利和自由 而师父呢 也在找生命 人生跟宇宙的真理 后来在佛法找到了 看到这句 一切为神所造 佛不认同 一切为神所造 那么神站在哪里创造天地万物 神站的地方是谁创造的 这个天地万物会突然冒出一个神 那么众生需要他创造吗 那上帝从哪来 而不能问 就脸红脖子出 鼻子之间又闹得不愉快 所以我们尊重其他的宗派 宗教你信你的 我们在这里实在找不到答案 我们就信我们的佛 我们不批评也不攻击 这是人类的最基本上的修养 包容异己的存在 才能成就自己的伟大 这个世间不是说 换一条线大家的看法都要跟我们相同 没有办法这样子的 时间空间每个人教育 也叫做begram的这个背景都不一样 思想看法一定会有所不同 这个是存在的 而且是必然性的 所以我们应当给最大的包容 这个才是一个修行人 第三 万法无因而生 佛不认同 你要吃苹果 你要去种苹果的树 要有苹果的因 你要吃苹果的因 你要吃苹果的树 要有吃苹果的树 要有吃苹果的树 万法万物 这个宇宙当中 上帝突然冒出来 这个就是无因而生 这个佛在世 你看《能切经》就有讲得很清楚了 佛在世这些外道的 他们就是有这种思想 早就有了 这个不是耶稣基督教 天主教的一个专场 不是这个 你打开《能切经》 佛当时在世就有一些 这样的思想 因此 万法无因而生 佛不认同 这三件事情 再来 万般带不去 唯有业随身 业是什么东西呢 做工有工业 做商有商业 做医有一些业 做农有农业 做善就有善业 做恶它就会有恶业 简单讲 当我们眼睛闭上的时候 我们将 所拥有的东西会消失 佛陀在经典 一直开示我们 无常的真理和道理 换句话说 当我们临命中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带不走 只有带走了这个业 换句话说 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我们将会消失 而我们在三宝门中 听经文法 开采出来的法生会命 不会消失 那是我们的金刚种子 每一个人自信的清静性 这个不会消失 业贯穿了我们的生命 所以如果对业不是很认识 如果用一条念珠来举例子 你就更清楚 比如说这是念珠 一颗念珠代表一生一世 一辈子 下辈子 再下辈子 那么我们无量意解来 就是中间那一条线 念珠的中间那一条线 就是业力贯穿 让我们生命变成一种连锁 这个就是业力 这个是弊 如果每一颗念珠 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周期 念珠的中间那一条线 就是业力 就是业力贯穿了我们的生命 业是我们真正拥有的 其余一切都是借贷的 这个世间就是你拼死拼活拼命 总是为了现实的生活 生存是很残酷的 考试你不把人家挤掉 你考不上重点大写 求职谋生 你不把对方戳掉 你没有办法拥有这个职业 你又必须一时住行 又很无奈的一定要竞争 而且叫做不得不 这个世间有很多的无奈 这个世间有很多的无奈 何不得不 没有办法用正常的程序 来解释生命的原因 和生命的道理 为什么 业存在有强大的力量 在人言经讲 叫做寻业发现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业力不同 到了某一个时间 某一个空间 它就会显现出来 它就会显现出来 有一个长得漂亮的女孩子 乡村的姑娘 走过了乡村的大道的时候 看到一个丑陋的男人 他就说 谁以后 嫁给这么丑的男人 是很够衰的 那因为是生长在以前的时代 后来啊 这个美人啊 介绍介绍 这个漂亮的姑娘介绍 正好是他看到 那个最丑的男人 这样有衰不衰 这个业他一现钱 没有办法 这个没有办法 后来就也是结婚了 以前叫做没硕之言 这个叫做不得不 英文常常讲的 I cannot 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业 无奈 生命有许多的无奈 生命有许多的痛苦 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不得不 他一股强大的力量 一直逼着你做不愿意做的事情 这个就是业 了解了业以后 我们就知道血迹是菩提 啊 放下 再放下 再放下 放下 去乎人 去乎人 美人啊 总是违抗 没有关系 夹了就夹了 你每天在那边夹啊 苦啊 爱怨啊 这个不能解决 这个不能解决问题的 是不是啊 认得就是你的 接受这个事实 是不是啊 那是不是我们就完全不要挣扎 我们是不是完全没有意见呢 那就还是要看你的业 你是不是 你有意见 也不一定有用 那也许有用 他这会变化的 在这个业 业以心的无量解来 全是的 强大的力量 还要加上今生今世的 意志 意志啊 无量解来的强大的 深恐义的力量 习惯性 加上今生今世的 决定心 意志和智慧 综合体来 综合体来 叫做业 那就看你有没有强大的 愿力 剥热 剥热 智慧 那要看你有没有这种能耐 转变得了 转变不了啊 你是要做一个随波逐流的人 还是要做一个生命的自主的人 有一天 上海一个基督徒 一个小姐 长得很漂亮的小姐 来 刚好三千佛 来跟师父的顶礼 她说我是基督徒 我说你有什么事啊 说我在上海看到你的VCD 非常赞叹慧力法师 我说谢谢 她就说我想皈依 可是我有矛盾 我说说 我这样的皈依啊 会不会背叛上帝 我跟她讲 信仰是理智的延续 不是感情作用 我们要做理性的主人 我们为什么要做感性的奴隶呢 明明这个道理也讲不通 你硬是要信她 内心要得不到自己的答案 不能舒缓你内心里面的疑惑 你又勉强地相信 现在要来信佛了 要提升你的心灵的智慧 你反而果足不浅 坏 为什么 我跟她讲一句比较重一点的 我说 如果你因为信佛而提升你的智慧 解脱你的内在的烦恼 上帝生气 我请问你 这个上帝值得尊敬吗 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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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这个答案是很矛盾 叫做不可思议的 incredible 我如果不说两句言文 你不知道我讨敬 我讨敬 说说笑一笑 好了 他就讲 很有道理 我这个 听得真是很好 我告诉你 世间人 他总是迷惑在某一个角度 有一天 有一个人要来卖这个书 他说 我这个书一套几万 惠里瓦斯 麻烦你 我说那里面讲什么 他说有讲到很多的语言 我说语言是语言什么 他说也有圣经的语言 也有中国的语言 都有 我说几个例子 他说像刘伯温 这刘伯温 他就预言了几百年后 发生什么重大的灾难 因为他要推销这个书 他推销这个书 我说 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你帮我回答 他说行 请问 预言 譬如说 Full example 举个例子说 请问刘伯温的语言准 还是不准 就两个答案 准还是不准 他说当然很准 我说那准 语言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他说 为什么 我说它一定会发生 比如说二零一 假设说了 二一零零是世界末日 你一言准不准 准的准 它就一定会发生 他说 他一下子脑筋转不过来 他说 预言也许不太准 我说 预言不准有个屁喔 虽然用词比较重一点 但是直接了当 我就专门的小人的头 我还给你学习 对不对啊 哎呀 这个实在太小看我了 我说 去卖给别人吧 好 这个就是说 我们一切众生 它就会死在某一个角度里面 卡在某一个观念里面 修行 修行 出家修行也是这样子的 我告诉你啊 底下这句话 我们出家人就要很注意听啊 众生 在一切实地论里面讲的 众生因为贪爱而有轮回 出家修行 着一知见 继续轮回 继续轮回 什么叫做着一知见 就是 我修这个法门 就是这个法门 就是全世界最好的 其他通通否定 我修净土念佛的 哎呀 通通 三藏十二部通通关起来 一记阿弥陀佛 每天念南无阿弥陀 然后等死 这是什么宗教呢 等阿弥陀来接引 其他 你要不要看看会的法师的VCD呢 可以开支 这个留给别人看 我要念 眼睛一睁开 阿弥陀还没有来 继续念 有这样子的佛教徒啊 看到净土法门 每天念南无阿弥陀 一直希望阿弥陀来接引 每天就等死 生命这样的意义是什么呢 佛教是这样子吗 佛教他是 地藏王菩萨这种精神 第一不空四不成佛 众生度尽方正菩提 他是强大的积极的严厉 在救众生的 哪是听到 南无阿弥陀佛 每天念 南无阿弥陀佛 然后再等往生 佛法不是这样子的 佛法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好了 所以业啊是我们真正拥有的 其一切都是借贷的 除了业以外 我们什么也带不走 以下这句是传宗的 信物启灭 对境即然 一切时钟必尽空击 即是常不离佛 这是入入不动不取向的意思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呢 花开见佛的道理 心无其面 其面就是生面 我们其心动念 其实都是唯心所造 万法唯心所造 我们不知道 以为有心外的一个境界 其实你的起心动念 都在你的心性里面 我们不认识这个真心 都是起这个妄心 真心跟妄心 又是不二 所以这个能言经 就是剖析 妄心跟真心 真心一念的修行 一刹那之间 就进入无声法人 而这个妄想心 要修百千万劫 怎么样搞都不能成就 所以在能言经 佛要心认识 这颗心 不认识这个心 还没有确定以前 它叫做模糊的名词 加一个善就是善心 加一个善就是善心 是不是啊 加一个智慧就是智慧心 加一个菩提就是菩提心 这个心 还没有确定性以前 它是一个模糊的名词 加一个妄就是妄心 加一个真就是真心 好 这样来讲 你还不知道 什么是妄什么是真 各位 举个例子来讲 好 比如说 我右手边站着一个 世界贤美小姐最漂亮的假射所 假射所 男人看了 起心动念 诸位 这个就是妄心 佛来看这个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 就完全不是这样子 她会了解 这个女人的全身是什么构成的 这是阿罕经讲的 佛要我们做善观 善就是把这个色身分解开来 要找找看这个美女在哪里 善观 好 把这个美女 头发剃掉 用一个盘子端起来 把这个美女 这次用观想的就好 你不要真的这样去做 把这个头砍起来 血淋淋的一片 放着 用一个盘子端起来 右手一个盘子 左手一个盘子 右腿一个盘子 一个盘子 盘子盘子盘子 满桌 就像贡品一样的 心脏啊 胃啊 大肠小肠啊 肝脏 胰脏 还有一碗的血液 尿液 唾液 粪便 这个桌子 如果把一个人彻底的关照 这个美女不见了 佛一眼就知道 他一定会败坏 而且是一堆白骨 白骨火化以后 化作灰烬 世尊一下子就见到诸法空向 你讲他美女也行 是阴言 你不能说他没有啊 那延起就有啊 你也不能讲他 有啊 因为他是生灭无常会变化的 你讲有这个美女也不对 因为 彻底分析其实不存在 凡夫对不存在的东西就是起心动念 这个就是妄心 这个就是妄心 人活着的时候 人活着的时候 比猪还有价值 人死了以后 比猪还不如 人死了以后 把这个头砍起来 挂在菜市场上 没有人敢买 猪死了以后 把这个猪头砍起来 掉在菜市场 你不要认为那只猪比我们没有价值 那要看活了还是看死了 要有没有活着就比较有意义了 要死了把头砍起来 掉在这个菜市场的谁敢买啊 所以 所谓心无其灭 对境即然 一切时钟必尽空击 佛一言就可以贯穿透视 相不存在 叫做若见诸相非相 即见如来 就是如如不动不取一相 所以悟道就是 你说它是个美女也行 我随着阴影跟你讲 它是美女 对不对 说它不存在也行 分析开来 其实没有 所以说 你怎么讲都是对 也通通叫做不对 办法就是不早 就叫做对 你讲哪一个角度 通通对 你讲哪一个角度也通通不对 因为它是对立的东西 所以会一直争吵 这个世界会一直争吵 你看到 人家在争吵 你就觉得这个很正常的 角度不一样 看法不一样 那就是真的 出家人修行就不会这样子 我是只有正量的人 那些大修行人 凡所有相都是虚妄 知道万法变化到最后 总是不可得 所以心无其灭 对境积燃 一切时钟 毕竟空击 就是常不离佛 佛就现前了 我们金刚经讲 不可以三四的相见如来 要用什么可以见如来 用真心就可以见如来 真心就是如如不动不娶一下 我告诉你 没有听到佛法的人不是不幸 是生命当中的大不幸 世尊告诉我们 我们人的一生当中 只有一种工作要做 就是四个字 提早觉悟 生命只有一种工作要做 就是四个字 要赶快觉悟 要赶快觉悟 提早觉悟 提早觉悟 提早觉悟就是不敬 这个色身不敬 生命是苦的 万法是空的 是无常的 是无我的 因为它是缘起的 万法都是因缘生 因缘灭的你 不可能带走任何东西 我们对生命不了解 生命对我们来讲 是一种惩罚 我们对生命不了解 我们每天都惩罚 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就是不满 看到什么事情就是不顺 不打的你死我活 不能表现自己 我告诉你 学佛不一定要慈悲 师父你讲话很矛盾 不不 我一点都不矛盾 有时候要学自私 这样讲大家 我看大家做着没懂 我用举例子你就知道 有时候要学自私 有时候要学慈悲 有一个基士 我说问 有没有问题 我说你有什么问题呀 敢问师父 文言文呢 还很有水平啊 我的老公喝酒 我们从结婚 我的老公喝酒 喝了五年 十年 十五年 我们结婚了二十年 为了这个喝酗酒啊 以前读得太快 常常读凶酒 现在长大了会念 要念酗酒 你知道吗 哦 结婚以后他这个老公啊 为了这个两个人 为了这个喝酒啊 吵架 打架 吵架吵得半死 那我就问他 你们吵了几年了 他就 我们吵了十五年 打了几年啊 也打了十几年 你有办法改变他吗 他说没有办法 很伤心很痛苦 所以我今天啊 难得来参访师傅 请师傅为我解答 我说行简单 三个答案 要不要听听看啊 简单啊 一 改变别人不如 改变自己 你想要改变他 他酗酒 然人类他是习惯的奴隶啊 人类是习惯性的奴隶 他不喝啊 那不行了 好了 为了改变他的喝酒 两个人打得头破血流 值得吗 嗯 真的没办法改变 第一个 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 师傅 第一个答案 满意 第二个答案 我说第二个答案就是求观世音菩萨 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他嘛 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求我老公赶快把这个喝酒的坏习惯 赶快把它改掉 南无观世音菩萨 师傅 万一还是不行呢 我说那就是第三个答案 第三个答案是什么 你去死啊 你去死啊 哎呀 没有你看呢 没有你外偌 你不用做法师 你会回答吗 蛤 你会回答吗 你改变他 15年 20年 你都不能改变他 你行吗 没有你行你举手 你没有外偌 我跟你说 你也在假偌 真假 你以为你很行 没有办法的 真的没有办法的 我告诉你 是世界很多的无奈 不是说你想要怎么样改变他 就要想要改变他 没有办法的 是真的没有办法的 是真的没有办法的 是不是啊 哎呀 哎呀 我告诉你啊 台湾人也是 每一记都在讲经说法啊 哎呀 那也是无奈 也是很无奈的接受这个事实啊 恶气逆质啊 无法可处 难啊 所以我们了解说 哦 心无其密 对境极然 一切始终 毕竟空极就是常不离佛 佛就是在这个地方显现的 知道吗 要我用清静的自信显现 像我们有心境就是 我们打知名度 我们打知名度有一天也会消失啊 所以 悟道的人就是这样 体空 相空 用空 体相用 清清楚楚 因空 原空 果空 因缘果 清清楚楚 事空 理空 事理 清清楚楚 任何一件事情 从八个角度切入 体相用 因缘果 事根里 必进空 体相用 因缘果 事根里 清清楚楚 主委 因为今天有很多的初学佛法 他的两颗眼睛一直看着我 不知所愿 我如果讲到这个很深的 有的年纪大一点的老太婆就 师父你在讲什么 念佛等往生 念佛等往生 没办法 他听不懂 太难了 底下一句 一念不生 诸言自断 一心不生 万法无咎 一念不生 就是你这个妄想不要生 不起心不动念 心跟静 禅宗讲的二六失踪 不以一物 世大本空 五因本来就无我 万法本来就是空极 什么是佛 佛就是对境 极然常不理佛 就是自信佛就显现了 什么是佛 没有我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一切像 都不可得 就是佛 了解诸相空相 就是佛 所以你不会贪爱任何的名牌 因为他是无常 一定会来到的 你不会贪爱这个色身 因为他会死亡 会变坏 帅的会变丑 美丽的会变老 而且是一定会到 所以佛在阿含经讲 我一老 没有例外 我一病 没有例外 这个我 这个像 很容易就生病 没有例外 我一死 没有例外 我们这个像 很容易就死亡 没有任何的例外 所以 我们了解的天地万物 变化到最后的结果 总是空 我们把那个念头 拉到现在 现前一念 当下本智 记住的真心 万法一念不生 就是你不要 让那个意识形态生起来 佛当时在世 没有这种名词 用我们现在的名词 叫做意识形态 佛当时在世 叫做知见 立知是无名本 知见无见 知见就是 卡到某一个角度 所以说众生因为贪爱 而有生死 贪爱 贪爱就是起知见 这个钱是我的 这个轿车是我的 这个房地产 阿含经讲 有我 就我所拥有的 一切通通通通来了 以我这个定点 而世尊说这是错节 因为这个我会消失 我们所拥有的房地产 不动产 老公 漂亮的老婆 她会消失 而且她根本就是不存在 她只是阴言短暂 所幻化出来的 不实在的 而我们对于不实在的众生 产生强烈的执着 又认为她是实在的东西 这个就是众生 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道理之道 可是那个贪嗔痴 控制不住 出家人早已知见 而继续轮回 出家人早已知见 修禅的就是 我是极心极佛 我是最高 念佛的就是 我是三根仆辈 净土法门最高超 修密的 我是三密相应 极生成佛 持立的是 借为无上菩提本 应当一心持境界 各有角度 各有立场 天台中一念三千 华言中的一真法界 法法经一丝相应 每一个角度 哇 大家都讲得头头是道 记得 动到一个念头说 只有我对 最有修行 就把清净心 化作一面 生灭无名的生死 所以我们出家修行人 记得 一生一世都要尊重任何一个法师的修行 一生一世都要尊重八大宗派 一生一世都要随喜赞叹任何一个道场 除非邪知邪见 破佛的知见 这个要呼吁让大家觉醒过来 觉醒过来 所以出家修行 早一知见而继续轮回 知见就是今天所讲的意识形态 简单讲你觉得你很行 就是不行 就是不可思议的 也常常觉得我很平凡 没什么了不起 你就提悟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所以六竹讲 真以道相为 不要一直批评 摸摸大和尚 我看来有些初写 刚刚出家的 这个一坐下来 就谈谈这个大和尚的过失 谈谈哪个道 这个道场不如法 哪一个比丘尼怎么样 我说这个实在是很不好的一个 修行的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我跟这些初出家的 总是这样劝告 如果你三十年后 你的成就比这个大和尚更有成就 那时候 那个时候 你来做批评举句 还有一点点谱 谱啊 谱就是 どれみわそらし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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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就是谱 知道吗 你刚刚剃度出家 就是 今天这个大和尚不对 哪个修行不对 哪个道场不如法 全台湾神通通批评不对 就是我对 这个就是生命 把清净自信化作一念无名 这个叫做早一知见 出家修行早一知见 继续轮回 出于一切式地论 所以把一切荣耀归于众生 人家说 啊 灰力法师 哎呀 你很有修行 哦 没有 托你们的福 啊 灰力法师 哎呀 你变才无法 哦 没有 哪里 哪里 你们也是佛啊 在我的心中你们也是佛啊 我只是先走一步而已啊 我愿意把这个经验分享 告诉大家 佛 就是全世界最平凡的人就是佛 什么叫做众生 只自己觉得很不平凡 叫做众生 就是这样子 啊 刚好颠倒 啊 底下 好 我们在二十五分钟 让大家休息十分钟 啊 不见义物 名为见道 不行一行 名为复行 不见义法 名为正法 不见义物 名为见道 你了解 这个是毕竟空 诸位啊 这个朱子也是毕竟空 诸位啊 原旗信空的道理 却三藏十二部经典 任何一个法师 讲经不见